主席 歌曲席 歌曲 歌曲 前代 他 Just polic 早的 早的 还是要注定的 可能开始 也会像我作曲 还让我更舍不得 融化冰殿下的骨头 就飘上宇宙尽头 有什么言辞形容 有那么久的拥抱 融化冰殿下的骨头 无形温度升高 融化冰殿下的骨头 就飘上宇宙尽头 有什么言辞形容 有那么久的拥抱 融化冰殿下的骨头 我喜欢温度升高 孤岛 这个系统性的红斑狼疮 本身就是自体免疫力 低下所导致的一种病症 那么刚开始发病的时候 病人会漫步全身的红斑 我们来看一下 横走两例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 全部都是女性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我们需要采取有效的处理方式 来维护病人皮肤年龙的恒久性 减轻其统统缓解对生活的影响 看了你的检验报告 恢复得还不错 但还是要继续保持啊 白医生 曹主任让您去一趟主任办公室 好 知道了 还是要好好休息 不要放松醒天 那我先过去一下 帮我好好照顾他 好 护士姐姐 白医生出什么事了 白医生被命娘外科投诉了 这位名叫苏泽林的患者 三天前经白医生的时候 办理转科手续 到了我们泌尿外科 按日程 他应该明天做手术 但今天给他进行术检检查时 发现他的尿蛋白过高 根本不符合转科标准 不知道白医生怎么解释 我们的流程没有问题 患者在转科之前 也进行了常规的检查 各项的指标全部都代表 常规检查 这么特殊的病人 用常规检查就能糊弄的吗 徐医生 请你注意你的言辞 我们对每一个病人都一视同仁 也清楚针对具体的情况 该做出怎样的判断 好了 到底什么原因 我们科室会查清楚的 你先回去吧 好的 曹主任 那我等您结果了 好 齐家 你有什么想说的 主任 我坚信我们的流程和手续 都没有问题 我想申请和患者本人谈一下 你是怀疑他这三天内 有违背医嘱的情况 不是 我就是想跟他沟通一下后续治疗的问题 确实 相比搞清楚 这其中到底发生什么 患者的后续治疗和心理疏导更重要 去吧 有什么困难我会帮你的 谢谢主任 背头素 嗯 那个病人可凶了 一直说要换医生 还让白医生不要管他了 他的意思是说 白起家延误了他的病情 嗯 他就是这么说的 白医生还因为这件事情 被交到主任办公室去了 难怪他今天没来找我 白医生还在病房吗 陆医生 这些呢 我全部都是买给你的 嘿嘿嘿 哇 白医大神你 白默医在哪里 你们俩该不会是联系手来整我吧 我告诉你 我露天做人是有原则的 兄弟的女人 我绝对不碰 碰你个同我碰 我就是有事来问问你 那我就放心了 慢点吃 来 多吃点 好吃吧 嗯 好吃 陆医生 我想问你啊 如果 医生 被病人投诉了 会怎么样 这得要看投诉内容 和实际情况 其实医疗业也属于服务业 病人都会用自己的要求 去要求别人 如果达不到他们的标准的话 他们就会觉得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不过还是要以具体的情况为准的 那会根据什么事实来调查呢 会成立什么专案组调查吗 那如果调查的话 大概得多长时间 不会啊 不会啊 你该不会是漫画现在画医生了吧 哎呀 你要是要画我们 你就去画那些 救死扶伤 大碍无疆 你不要画那些投诉的 你哪那么多画呀 我就问你呢 赶紧说 每个科室 怎么查证事实都不一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听说 白起家因为延误病人手术 被投诉了 白莫比起被投诉了 被哪个科室投诉啊 给 对 好像是 医尿外科 那应该是交接病人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 不过以白莫比的个性 他是不会自己去举证的 那 被投诉 会很严重吗 爱处分喽 不过 应该近几年 可能都没有办法评支撑了 看来 只有本大婶亲自出马了 白 白奇大大 十点钟方向的那个男生 就是你要找到宋泽里 哦 诶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的血 让我逃跑 你也看这个 某科学的超电磁碰啊 对啊 你只见月灯的电光 是我此生不灭的信仰 没我超电磁碰 永世长存 可以啊 同道中人啊 我在医院住这么久 终于遇到同号了 我在医院这么久 我都觉得我次元壁都破了 谁说不是呢 对了 你是哪个病房的 我是免疫科的 我叫星哥 你好你好你好 我叫苏大林 你好你好你好 病病病病病 你看到哪一集了 我刚看到这个 咱们他们说这个圣夏季 这集可有意思啊 我给你讲讲 他们这集呢 就是所有人去参加说这个圣夏季 然后呢 反正呢 这集就这么结束了 我还没有看够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那你今天晚上 给我讲讲后面的剧情吧 我觉得你讲的 比动漫里讲的有意思多了 今晚 这 你们可是管得这么松吗 上有正策 下有对策嘛 木了木了 我就没你那么自由 我每天跟古代丫头 陈婚定型似的 你们的主治医生是谁啊 还能叫什么呢 他叫白医生 全名叫白奇迹 白奇迹全名好像叫白奇迹 我听说他前两天好像被疼诉了 大概也许可能 八成是 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你放心 管他白奇迹 白奇迹 白年糕 白切迹 我帮你搞定他 真的 可以吗 OK 今天睡觉 这位病人 大晚上不在病房里面待着 你的主治医生是谁 我要好好地给你记上你 你说台词就说台词嘛 过过瘾就算了 先把手松开嘛 好吧 我不逗你了 你在这干嘛呢 我 我 我来看看你啊 给你送点吃的 不是 这两天不见 你都开始吃垃圾食品了 这算不算自投落网 我这叫 争取宽大处理 你 这个 看你这样很辛苦吧 那我送你回病房吧 我刚好要去查房 不了 你这两天很辛苦 早点休息吧 拜拜 拜拜 你终于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被白衣圣给扣了呢 怎么可能啊 对了 你继续讲你后面的故事吧 好 咱们上次不是刚说完第二十二集吗 接着二十三集说的故事 因为这个实验失控 而导致了咱们四位主角昏迷 就是咱们的主角团 这时候啊 主角团全部躺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空无一人 然后四周 其实我和白医生认识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他上学的时候啊 是特别认真负责 而且呢 他真的很喜欢医生这个职业 他也不会为自己辩解 我不想看到他的辛苦被辜负 所以 你能告诉我 投诉的真相是什么吗 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其实 其实是我自己没有管住嘴 我趁转科医生们管得不严的时候 我 我 我大吃大喝了 三天 那个 这件事 我肯定会向白医生解释清楚的 咱们炮姐不是说过吗 这是由我埋下的因 所以 我要亲手 解决它 对不对 我真是 对了 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啊 没问题 我抖 你放心吧 今天你跟我说的话 我绝对不会告诉白医生 不行 你必须告诉他 为什么呀 你不告诉他 他怎么知道他欠我呀 他不知道他欠我的 他怎么报恩呢 这都什么念头了 做好事还不留名 做好事要留名 嗯 学习了 嗯 嗯 做好事要留名 嗯 嗯 臭泽力 怎么还不回来 是不是忘了 你不要忘了说呀 嗯 你怎么才来啊你 去 呦 我这来得不是时候啊 雪舟 你怎么来了 我替你办出院手续啊 带你走啊 出院 你不想走啊 不是 不是 别磨磨蹭蹭的了 赶紧的吧 我还没 我 大姐你这怎么这么乱呢 我的回报 餐厅在里面 你先进去 我把车停完就过来啊 嗯 怎么在还把车停完 我把车停烧了 你这样子 我复不着急 我好像不够了 嗯 晚上好 白鸡大神 晚上好啊 白医生 跟我来 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回报 对啊 来 怎么样啊 喜欢吗 确实还不错 白医生 你是不是一个富二代啊 不是啊 怎么这么问 你看啊 以你一个医生的工资呢 怎么可能报下这么大一个餐厅啊 你应该是个隐藏的富二代 你妈什么时候拿着五百万让我离开你 你想多了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富二代 这里啊 是苏泽霖家的餐厅 她主动提出借给我的 到手的五百万没赢了 你别乱想了 赶紧吃吧 你看 好不好吃啊 嗯 挺好吃的 让我来猜猜看 你是来接我的吧 恭喜你 猜对了 那都这么晚了 我们去哪儿啊 想去哪儿 我这都办了半天的人偶了 是脖子也疼 腰也疼 肚子还很饿 要不咱呢 跟着去医院吧 做个检查 你顺便再执个班 挺好的 我今儿个就是死 我也不从你这车上下去 那怎么行啊 你这腰疼腿疼的 一会儿疼死在我车上算谁的 我疼了 肚子也不饿 行了 看在你今天也算是帮了我 一个小忙的份上 解情你脱移的 那我能点菜吗 下车 巴士 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吧 嗯 这是我近几年吃过 最好吃的餐体 你等我一下 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噔噔噔噔噔噔 这什么啊 你敲开就知道了 来 我敲 嗯 这是你 这是高中时候的我们吗 喂啊 是你说的 表达感谢 要有仪式感 这个是你之前 在漫画里说的 搞得确实有点可爱呢 我都不舍得吃了耶 那正好 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可以听完了再吃 你该不会是要和我求婚吧 不是 不是叫好 吓死我了 搞得这么有仪式感 我刚刚还以为 我会敲出一枚钻戒呢 这我如果真的跟你求婚 你就这个反应 倒也不至于 不是 那个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秦歌 我觉得我们才刚重逢不久 还需要时间 而且之前你有你的秘密 和你的顾虑 我可以慢慢地走进你 等你敞开你的心扉 可是现在你我之间 都再也没有秘密了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重新追求你 好不好 面对这张脸 谁能拒绝啊 但是再见面 还不到三个月呢 我就这么沦陷了 也太没原则了吧 我想先去个洗手间 小心 这就是你说的 有机拥有腰的地方吧 是啊 你刚刚在餐厅里面 跟我说了那些话 你现在又对我动手动脚的 你家还离餐厅那么近 我现在怀疑你居心不良 这真的是巧合啊 店确实是苏泽霖借给我的 而且我住这儿呢 成交比较安静 每次我去医院上班 就只需要二十分钟 走那个缓冲高速 信任问题 你可以待会儿再说 我先给你上瓶药 好了 小心点 小心点 你刚刚在餐厅里 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复你 你要拒绝我 我不是 我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我现在不能确定 你 其实 你不用那么着急给我答案 你只要不拒绝我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你为什么这么包容我呀 上次在西餐厅 你 如果我最后没去的话 你会失望吗 不会啊 这一次不来 我就等下次 下次不来 我就等下下次 我会一直等下去的 我会一直等下去的 喂 晓明啊 老板 你那边结束了吗 要不然我去接你 不用了 我已经回家了 你早点休息吧 拜拜 拜拜 你为什么要跟他说谎 你为什么要跟他说谎 这不算撒谎吧 小明要是知道我大半夜还在你家 他又该胡思乱想了 这孩子又单纯得很 回头再吓到他 单纯 也就只有你这么觉得吧 什么 没什么 要不然 你今晚住我家吧 白起家 我就知道你居心不良 你看看外面 现在快凌晨了 这里也不好打车 我再把你送回去 再回来会浪费很多时间 你不如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 正好你的伤口可以消消肿 我睡觉很吓人的 我 又磨牙 又打呼 我还梦游 很恐怖的 没事 我又不是没见过 那我睡沙发吧 别啊 你睡我的床 我睡沙发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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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沙发 我 我睡 我睡沙发 我的床很舒服的 不用 看来你对上次的事情很怀念啊 要不然这次我们真的发生点什么好啊 嗯 你 白起家 我现在可是伤员 你不要不守难得啊 没事 你只是不能过度劳累而已 我不会让你累着的 你 你 放心吧 我不会再在你脖子上种草莓了 你 白起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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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啊 啊 我 走 早 早上好 你去哪儿了 我去给你买点早餐 你穿粉色衣服挺好看的 是吗 那我以后多穿给你看 来 去坐 坐 等你吃完早餐呢 我送你回家 你可以补个回笼匠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少自恋了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我这买都买了 你就吃一点 吃一点再走吧 听说了吗 夏总经理下了最后通牒 让林主编啊 按照千叶老总的方案改 如果林主编还要保 白起大神的作品 那我们就保不住他了 是啊 林主编现在的话语权 都被夏总收走了 你说这白起大大 他的作品卖都卖了 怎么就不能按照 金主八万的意思盖呢 那我买了 也没有让我走 就是下车 Però我其实就是 出发了 走 看来 我说这不就有事 有事 发了 我说今天 做了 买来的 便宜了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个机会 让我重新追求你 好不好 其实 你不用那么着急给我答案 你只要不拒绝我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中午吃什么我给你送过去 不是说好用我慢慢考虑吗 不用了吧 中午的休息时间本来就没多少 他过来还要好久 但是我要是拒绝的话 是不是有点伤人 怎么这么快啊 来了 怎么这么快 老板 小明 白后主 我已经吃过了 下午要补觉 不饶哦 我以为苏伦他们会接受这个折中的方案 这个夏初云到底在干什么啊 为什么这么针对雪舟啊 夏初云是集团总编室派来的人 这些年雪舟姐业绩增长太快了 受到她不少打压 而且这一次我们跟千叶的合作陷入了僵局 但是 以她为首的集团高层 都觉得是雪舟姐这个总编的责任 可雪舟没有跟我说过这些啊 雪舟姐应该是怕你担心吧 但是我觉得你作为原作者 你有权利知道这一切 我明白了 我们现在和千叶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卡在了改编思路上 小明 如果我说我想再拼一把 你会帮我吗 你的意思是 你想背着雪舟姐 按照苏伦的思路重新改搞 如果我们越早把东西给苏伦送过去 雪舟就可以早点脱离 那个夏初云的魔爪了 明白 老板 我永远支持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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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吗 要不要一起吃晚饭 我就知道能在这碰见你 给你发了好多信息你都不回 别走啊 怎么了 心情不好 就是心情不好 别惹我啊 小心我拿你撒气 那你有气不能憋着呀 我带你去个地方发泄一下吧 你想什么呢 喝酒伤身打架犯法 我带你去一个能科学发泄的地方 走 你干嘛 你干嘛 难道是我把他逼得太紧了 白毛姐 不过你到晚上干嘛呢 那么吵 情况 很复杂 你有声快说 是这样的 我今天约了秦哥吃饭 约了两次 他都把我给拒绝了 正常 文春 别等你了 喂 陆天 陆天 没想到这真的是你的痕跃 那你好点休息一下吧 废什么话呀你 夫人 那你好点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 有人要动我的人 什么时候有人了 什么时候有人了 是秦哥 呃 秦他上 呃 秦他上不是百毛姐的人吗 秦哥是我的人 好好好 你的人 你的人 那你的人 你们也不要拿我撒去吧 我告诉你了 我四年的心血 一招推翻 是我自己能力不高 保护不了秦哥 谁说的 你是我见过最努力 最有秀的女人了 我 牛嘴滑舌 真的 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上 私人也跟他去工作的 你简直就是夜街的标杆啊 暂且信你一回 不是 你一直不还街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故意让着我 我好难不跟你斗 是不是男人啊 别怂啊 是男人就试试 我怂 iso 我怂 我是 denying 晴啊 K.O.你会啊 去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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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来 呀 嗯 光 透過境遷穿 想 飄渺出你模樣 曾 淋漓在夢的過往 有多少傷 只能在我心上 關 預言卻對未來的想像 每幅畫全都會有你在身旁 我想我是瘋了吧 整個世界都為你開滿了花 所謂兵信別去想掙扎 有你 我就什麼都不怕 光 透過境遷穿 想 飄渺出你模樣 藏 淋漓在夢的過往 有多少傷 只能自我欣賞 關 預言卻對未來的想像 每幅畫全都會有你在身旁 我想我是瘋了吧 整個世界都為你開滿了花 嗯 所謂兵信別去想掙扎 有你 我就什麼都不怕 很避免 感谢观看